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安乐传花絮曝光,迪丽热巴腿东工俊,期待开播引发热烈讨论。 近日,电视剧《安乐传》发布了一支全新的花絮视频,视频中迪丽热巴与工俊的互动引发了粉丝们的热烈讨论,让人们更加期待这部剧的早日开播。 在这支花絮中,迪丽热巴展现了其独特的魅力,其中一场戏是他用腿东工俊的方式进行了一场颇具趣味的互动。 这一场景不仅张显了迪丽热巴的演技与胆识,同时也将两主角的关系展现得更加亲密。 工俊的反应也被赞未超会撩。 他对热巴的回应无论是从表情还是动作上,都显得自然流畅。 使人们相信这两个角色之间的情感是真实而深厚的。 看到这支花絮,粉丝们纷纷在评论区表达了对《安乐传》的期待。 有人表示,迪丽热巴的演技太赞了,腿东的那一幕我反复看了很多遍,真的太会撩了。 还有人表示,龚俊也是,和热巴的互动超级甜,期待这部剧的开播。 更多的粉丝则是对这部剧的剧情和角色表示了浓厚的兴趣。 他们希望在剧中看到更多精彩的故事和人物发展。 作为一部古装乐恋剧《安乐传》的故事情节和演员阵容,无疑都吸引了人们的目光。 该剧改编自《星灵》的小说《帝皇书》,以浸南安乐寨大当家任安乐与太子寒夜之间虐心。 又感人的爱情故事未主线,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视觉与情感的双重盛宴。 迪丽热巴在剧中饰演的是任安乐这一角色,她的表演无疑将是这部剧的核心。 她的演技在近年来备受好评,无论是现代装还是古装都能诠释的恰到好处。 在这次的《花絮》中,她的表现也再次证明了她的演技实力,让人们对她在剧中的表现更加期待。 龚俊则饰演的是男主角韩叶,她的表现同样令人瞩目。 在《花絮》中,她的自然反应和流畅表演展现了她对角色的深入理解。 她的颜值和演技都得到了粉丝们的肯定,相信她在剧中的表现也将会是这部剧的一大看点。 除了主演阵容外,《安乐传》的制作团队也是一大亮点。 从预告片中可以看出,剧中的场景设计、服装道具都充满了质感,特效的处理也让人眼前一亮。 可以看出,制作团队对于这部剧的投入和用心程度都是非常高的。 总的来说,《安乐传》无论是从故事内容、演员阵容还是制作团队上,都展现出了其不凡的实力和潜力。 而最新的《花絮》视频更是让人们对这部剧的开播充满了期待。 现在,就让我们一起期待《安乐传》的早日开播吧! 相信它会给我们带来一场古装、虐恋的视觉盛宴。